因為拍了這個Manny廣告之後 常常 而且常常要跟機車互動 就是像MV也有啊 要把他當作最佳男主角 然後還要在跟他拍照的時候 要想各種不同的方法 去駕馭一台機車 讓Manny的那個惹人愛的感覺 表現出來 這應該遇到你騎在路上 你可以試試看 是不是有一天你會停在紅綠燈旁邊 咦 怎麼是你 剛才真的從來沒有這樣子 一直穿這麼緊的皮裙 然後這麼高的鞋子 在摩托車上面 所以是第一次這樣 然後剛剛因為有一個坡 然後一直又很冷 就是全身就是整個 就是有點小小的緊繃的時候 就發現原來 對 就在媒體面前其實還蠻緊張的 但是拍廣告的時候超順的 因為那時候 因為拍廣告其實就是要配合自己的那個 然後流暢度 所以我們都可以換鞋子啊 在要不要拍到的話 然後衣服也都是比較舒適的 所以今天是特別這個愛的隊長 也挑戰了一個 自己從來沒有做過穿窄裙 皮裙高跟鞋 超高跟鞋騎車 就跟好朋友好姐妹啊 家人啊一起度過 基本上我的每一個聖誕都在工作 每一年已經一直以來 從出社會到現在 新年也是 所以呢我已經習慣就是跟工作人員 新年也是 所以我自己 覺得 只要自己心靈滿足 你還是可以跟身邊的工作人員 像你們還是一樣要跑新聞嘛 那你就不如就 大家也玩個交換禮物啊 明天的時候 對啊 大家都還是可以過很平安的聖誕夜 另外一拜 媽媽會是要用什麼樣的方法 就是要用什麼樣的 揪住那方的 揪一揪 教教大家嘛 揪一揪 這個東西就是心意 剛才有講過心意最重要 老闆會不會仿照那個 VJ的模式 騎摩托車自己 流完這樣 有機會可以啊 不排斥任何的 很好正當的休閒活動 你會載他嗎 還是他會載你 喔 嗯 就一人一台吧 呵呵 我還沒被拍到有喜歡 但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有看到那個畫面嗎 我也是今天看到的包圍 那你覺得真的是OK嗎 沒有什麼 OK啊都很好啊 我覺得呢 拯救寂寞的靈魂 第一個不是亂找對象 不能那個什麼 病急亂頭 對不對 所以就是說 我覺得大家要先拯救 是自己內心的靈魂 那其實 其實真的這首Supergirl 這次愛無味整張專輯 已經選擇 我覺得也告訴自己 啊發現我這一錄很多歌曲 可以分享給這麼多寂寞的朋友 那我自己也順便練習一下 除了拯救寂寞靈魂 我自己也要 讓自己更強大 才可以拯救更多人 所以同時也提醒自己 謝謝 謝謝